音樂 你們是什麼人是等 我們是一個朋友 介紹的 叫做We Touch的朋友 那個朋友是可以滑來滑去的那種 你們對彼此第一印象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女生蠻特別的 因為她不理我 然後愛迴不迴 然後就句點我 機齊為我追女生的求勝宇 這是電影影像 我對她的電影影像就是 我沒有把它列在 我想要交往的對象清單裡面 因為她跟我說 看起來很高耶 你多高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我160這樣 她就說我很矮耶 然後我就從後面之後 我就覺得我沒有想要 沒有把它列入交往名單裡面 不管對方看起來高不高 都要先問妳看起來很高 然後如果比我高的話就 就不考慮 你怎麼好意思考慮一下 有可能因為我長得比較帥氣 然後她就覺得還不錯耶 要不然你就站在一起看看好了 我覺得她算是滿堅持的 就是在一直努力不懈這樣子 因為我那時候 我其實有一點偏考驗她的耐心 跟她的就是有沒有真的用心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有點 像她說的就會不理她什麼 然後她就是一樣 就是始終如一保持著這樣熱情 然後我就覺得 能夠遇到這麼真心的人 好像也不容易 對 所以是因為這樣子 真心感動了我這樣 真心讓我的帥氣更加分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陣子就是有一種預感 就是覺得好像是最近 可是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是我也沒有跟她講 因為我只要一問她 她就是會破綻白術那種 就是我只要不問她 她都沒事 可是我問她她就會藏不住 那時候是跟她講說 就是就是我對求婚沒有什麼要求 可是我的要求就是 你不要被我發現 然後她不知道也很感動 對 對啊 但是當下那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看你那都沒辦法說話 然後那一天就是 我反正那個是五六點 所以下班時間非常的塞 到的時候我非常想上廁所 就也印象很深刻啊 就是我這樣在過程中 都很想上廁所 好辣的 我看了我也要哭了耶 我剛剛都記得你答應我的時候 我真的很開心 好像昨天真的發生一樣 我們創作了很多回憶 謝謝你在我們最美麗的 我懷孕 願意嫁給我嗎 我願意 幫你這樣 太快了 太快了 就沒有想過說自己 會那麼快就結婚 因為本來我生涯也是預計在二十八歲 最理想的就是我二十八歲 然後有工作 然後想要結婚 沒想到就就真的完成這樣 還蠻感動的 照著你的人生計畫 照著我的人生計畫走 所以你在教我的時候 就想過要跟我結婚嗎 對啊 是這樣嗎 對啊 那你不是說沒有想過嗎 有啦 他認真回想 全部都是跟食物有關係 會吵架 對啊 有一次吵架是因為他很想吃撒播耶 他就買了一個套餐 然後他那個飲料非常大杯 就一起喝就好了 結果走出來 他就在我面前這樣狂吸 把它吸完 然後我就大生氣 就是一件很鳥的事情 可是真的都是跟食物有關係 未來我們可以一起同甘 一起共苦 可以讓我好好的照顧你 我愛你 交往六年都是遠距離 接下來會有更多的挑戰 希望我們可以始終如一的 陪伴彼此 度過下半輩子 然後可以當 對方最好的朋友 跟最好的家人